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某人 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猎奇游戏的人 但是一般我们玩猎奇游戏都是来自国外的 国内的优秀的有意思的猎奇游戏真的很少 今天我们来玩的就是一款国产的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有意思的猎奇游戏 当然这个由于内容实在是过于的猎奇有的地方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堕感 由他来负责给我们视频中血腥的地方打码 不然的话这个视频是通不过审核的 可能这个喜欢猎奇也是我个人内心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喜欢变态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之所以猎奇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游戏主角是一个可爱的萌妹子 是个女孩子 然后他经历的事情会跟他这个萌妹子 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 会让你感觉到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萌妹子的身上呢 这真是太太爽 太残忍了 所以说这种的话就会让人感觉特别的猎奇 特别猎奇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剧情 这个Kill今年15岁刚刚升上高中 最喜欢的是抹茶雪糕 最讨厌的是苦瓜 因为很苦跟我一样我也很讨厌苦瓜 今天我约了两个初中的好朋友出来吃个饭 因为我们都考上了同一所高中 真的是very happy 话说呢这个初中生的年纪 在日本的话呢就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这种拯救世界的人了 好终于到了这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吃饭的地方叫麦当当 那根据这个说法呢 如果是肯德基就是肯鸡鸡 是吧 好那么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好我的两个朋友已经到了 已经在这边等着我了 等了我一个多小时都准备要走了 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也是刚到的 那这个多明尼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看上去也有一点小可爱是吧 那么 还有一个朋友叫做这个Illusion Illusion 多明尼说Kyu你快去点餐吧 没事了我还不饿待会再去点 想不到我们能考上同一所高中 看上去这个Kyu还是蛮可爱的 Kyu你知道吗 听说我们班有几个超级大帅哥 难道是QQ哥吗 听说帅到像明信一样 那肯定是QQ哥了 这么帅的话一定不会看上你们的 看样子呢 这几个朋友呢就是损友的关系嘛 是吧 都有一点点的这个互相损人的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呢 这恰巧是这个关系非常好的证明 是吧 这个Illusion呢是学霸啊 这个Q跟这个多明尼呢就感觉有一点点的 嗯 学渣 好我在这边点东西一个牛肉汉堡 一份可乐 哇这个时候怎么屏幕开始震动 然后他告诉我地震了 你这不是弹筒吗 是吧 快逃 我逃出来了 我逃到哪了 我昏迷了多久 我在这里睡了多久 地震之后我好像晕过去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两个朋友也不见了啊 手机来联络一下 嗯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信号呢 啊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 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像箭头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碰一下啊 这里怎么有一条内裤 而且好像还蛮干净的啊 但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是一个存档 它这个存档呢 做成了一个内裤的形状 嗯 这边 有一幅画 一幅诡异的画 这个画呢 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 门开了的声音 然后这个时候门就开了 这幅画上面画的这个人啊 感觉就是很扭曲 有点像这个PS夜画之后的感觉 嗯 这边有一个小纸条 来看一下 只把肉留下来 骨头和内脏都不要了 啊 这难道是被爷留下来的吗 这个东西呢 手铐 嗯 这边 门是锁着的 然后这边好像也是一幅画啊 一张奇怪的油画 嗯 头和心脏的位置似乎能放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去放东西 嗯 这个女主啊 大家表面上看上去 她很可爱 但实际上呢 嗯 嗯 有很多让她死亡的方法 嗯 而且呢 每个死亡的方法呢 她会有一张这种比较好看的这个 利慧啊 说白了 就是死亡的特写镜头 而且这个利慧呢 画的都是那种比较良心 但是这个游戏里面是 肯定大家是看不到的 肯定我得给大家打个码 或者是跳过的 所以说这一点我比较蛋疼 当时最开始想录这个游戏呢 也是想到了这个 看不到 有点可惜啊 嗯 这个时候房间又在震动崩塌 这边是什么 如果想死的话 就进旁边的门的话 啊 这什么恶作剧 谁这么无聊 写着些字条 嗯 那要不然我们进去死一死 那我想死 嗯 咦 这边锁上了 是吧 这边是怎么回事 啊 这地上有血 这边呢 有一个门 啊 有一个机关 这是刺对不对 啊 想阴我 你们知道这个苏母人是 最不怕阴的 于是我们捡起了钥匙 然后 立刻开始走动 啊 立刻开始跑动 啊 走动都还不行 要开始跑 动 哦 哎 哎 怎么按错啊 门开了 好 刚才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 结果没有死 就在这边存个档啊 好 这边呢 有 上下的有一些门 下面可以走 啊 但是呢 我们其实 嗯 从上面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允许有人从这里逃出去 啊 这边呢 所有人都要猝死 哇 搞得这么恐怖 还是个小妹妹好不好 嗯 在这边进来 嗯 这边进来之后呢 呃 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要打一下嘛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呢 是 Illusion 被插在了这个 哎 这不是插吧 这是绑在了这个柱子上面 啊 然后呢 这个Illusion让我们取走他的头 啊 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有一幅画 然后呢 需要放一个头上去 嗯 那没办法 这个地方 嗯 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要取走他的头了 啊 Q呢 觉得自己在做梦 那 做没做梦你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啊 拿到了他的这个头之后 我们 再看看这边吧 这 真的很猎奇啊 我真的不想说了 啊 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 嗯 让我们取走心脏的啊 拿了头之后再拿一个心脏 然后再去那幅画 我们东西就齐了 但这个地方 这个少女我们不认识 这个少女是一个陌生的少女 太残忍了 嗯 然后我现在要拿走他的这个少女的心脏啊 然后这个地方肯定也是要打马的 哎 所以说这个 比较弹筒 比较弹筒啊 比较弹筒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这种的 嗯 有点恶心 嗯 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一堆这个碎尸啊 这个我们一一来拿 他就说好可怕啊 好可怕 其实也没啥可怕的对吧 你怎么就跟个小孩似的呢 嗯 好 我们从 这边过来啊 这个地 在震动 然后我们从这边下来的话呢 会回到之前 啊 我们走的这个地方 但是其实上面 似乎也可以走哎 是吧 这里也有一个类似于 啊 什么东西 是否打开抽屉 打开看一下 啊 这是一张诡异的照片 嗯 不知道是谁的 啊 里面也是一个照片 然后人是扭曲的一个东西 好 回到这里 我们可以 调查这幅画 然后把之前拿到的这个 心脏 放在这里啊 心脏放在这里 yes 啊 这算是我们打开了 第一关的这个门吧 OK 这是一段 比较长的一段楼梯 看一下这个地方通往哪里啊 墙上很多的蟑螂是吧 蟑螂恶霸 嗯 这边有一个 枪 把这把手枪拿下 啊 啊 这个 Q呢 好像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子嘛 啊 虽然他不太会用枪 啊 拿着呢 很有安全感 好 拾取手枪 然后这边呢 也有一个医疗包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给你准备着的 对不对嘛 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再乘客档 好 按R键可以给自己 装子弹啊 有了枪之后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没有枪的话就不用战斗嘛 有了枪之后就要战斗 这边的话有一个门 门是锁着的 门是锁着的话 我们从这边走啊 OK 从这边走 啊 从这边走的话 有一个巨型的怪物 在这边 然后呢 地上出现了一个 啊 这个叫什么 飞机杯啊 一个飞机杯 肉型飞机杯过来了啊 这个把Q给吓尿了 好 给他一枪 死了 这个东西看上去 有点像一坨 爸爸 是吧 有一点点的恶心啊 但是这个地方它伤害不到我们 不要怕 这里好多棺材 总觉得里面东西会突然爬出来 啊 不要往这个方面想了 这个地方虽然说很多棺材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那个 教室里面 是吧 有点像这个教室里面 嗯 开盖有讲 让我们来开个盖啊 这边有一个棺材打开的 里面好像有东西 拿一下 钥匙缩小枪 然后的话 好像应该没有东西了吧 嗯 接下来从这边走 然后直线下来 啊 这边有怪物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血迹 可以摸一下 对 好 隐藏房间 OK 这个人 可以跟他对话 啊 这个人叫隐藏阿叔 欢迎来到 嗯 这个东西我怎么跟大家说啊 所以我说了这个游戏猎奇 啊 是不是猎奇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吧 都不用我多说了 对不对 我还能说什么好啊 好 从这边下来的话 12 OK 打死这只虫子 这个游戏做着 哎呀 大家看这里 这个地上有一些那种砖块 你就不要踩 是吧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危险 在这边乘个档 这边也是手铐 这边有一把钥匙 啊 之前拿了一个钥匙缩小枪 嗯 我都想爱他多拉爱梦了 这个地方 这个多拉爱梦的钥匙缩小枪 使用一下 然后把这个金色钥匙拿到 还需要我缩小 真的是啊 那么接下来 原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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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东西钻出来了 钻出来了一个小猫猫好像是 那为什么一个小猫猫会被困在这种地方 从这边拿一下枪啊 哎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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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贱啊好贱啊 哇这个虫子真的好贱啊 真的是 仗着他长得像个飞机杯 就对我发动这个色情攻击 虽然苏某人我呢 我是一个这个非常正直 非常纯洁的这种少年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飞机杯是什么 他就对我发起一阵猛烈的旋转抽插 真的是非常的淡疼 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区域 这边刚刚才出来又有一个存档点 OK 好从这边上来之后呢 这边感觉背后有一股音风 啊其实呢出现了一个小鬼头啊 其实是一个大鬼头 啊但这个鬼头听起来有点 不是很好听的那种感觉啊 OK 推开这个箱子 嗯那可能我到现在没有好好的讲这个游戏的剧情是吧 嗯我觉得呢就这个剧情真的很 就是说其实呢我没有怎么讲这个游戏的剧情是因为呢 嗯我觉得这个游戏剧情很迷很乱啊 游戏非常猎奇是真的 但是呢 我又觉得游戏在剧情上面 还是稍微的欠了点东西 欠了点东西 好 我们把这个推开之后呢 然后一直往前走的话 这边有一个门 OK进去吧 然后来到了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 我这边不是在做梦啊 吓死我了啊 这个图书馆的这个东西掉下来了 书柜倒下了 地上都是书 从这边 我感觉身体还是毛毛的 难道刚才的女鬼还没甩掉了 还是不要想了快离开这里 但实际上啊 灯灭了 是谁 不要在图书馆里面 搞这些骚东西好不好 这边我不能动啊 这个呢 就是死掉的Illusion 它来给我们送地图送装备了 我没有救到这个Illusion了 我希望它能原谅我 我也不想拿你的头到处乱放啊 这个Illusion呢 它变成鬼之后 感觉这个气息微弱了很多 跟我们说这个 快去救多米尼 然后呢 它会给我们这么一张地图 叫做诅咒的地图 然后它告诉我们 死后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Oh my God 你痛苦我也痛苦啊 我也不想看你死啊 这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把这个东西剪一下 这边有一个医疗包 受诅咒的地图呢 就是你看久了之后 它会突然钻出来一个光头 想把我们吓一跳 头也没有了 好可怕 那下面还有东西 我去拿一下 这也有东西 普通的挂画没什么特别 这里有个东西 一盒子弹 好 接下来给大家 看一眼这个 受诅咒的地图 这个受诅咒的地图呢 就是攻略本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看久了 如果看久了 它会出现一个 这个 鬼的头出来 鬼的头出来 那么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 我意外的呢 在这个网上发现了一张地图 没想到就跟我们玩的这个 Q的人家冒险里面的 这个受诅咒的地图 画的一模一样啊 但是呢 这个地图没有受诅咒 我们看再久都不会有这个 鬼头蹦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的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大厅啊 这个sive呢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Punks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拿到一个HP 这边拿到一个子弹 出口呢 需要一把钥匙B 钥匙A呢 就放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上面呢 要从这边走 这就给我们安排的清清楚楚啊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嗯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回来了 我们先从下面啊 这个下面呢 有一个 可以存东西的地方 在这边 这边是一个电锯啊 等一下 这个电锯它会 消失 然后我们立刻过来就可以了 嗯 好的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东西 一个氧气筒 嗯 氧气筒 拾取 然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储存罐 看一下什么东西 可以不要的 嗯 这个受阻咒的地图 我们不需要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 不受阻咒的地图 就比它那个地图 还要厉害一点 医疗包 有两个 要不然存一个 嗯 行吧 我存了个医疗包 然后从这边 出来的话 老办法 等它上去的时候 我们过来就可以 然后走下面 下面这边有东西 我想 这边有一个齿轮 齿轮 哎呀 这边还有没有东西 没有了吧 存不存档 不用存档吧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调查一下 这边啊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活人 是吧 他是个受伤的人 啊 啊 you ok 他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 你不要挂呀 啊 他真的快坚持不住了 地震之后 就出现了很多怪物 这里外面已经沦陷了 本以为图书馆会安全 结果怪物还是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 啊 感觉时间空间都凑乱了 啊 图书馆也变得莫名其妙的 图书馆居然还出现杀人的机关 你要小心点啊 我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人呢 就再见了 就断气了啊 起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嘛 对不对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 我之前没有说这个游戏的剧情 然后他说呢 这个时间空间都开始错乱了 实际上呢 这是游戏后面 他会揭示秘密 然后就会把这个前面的这些伏笔呢 都给收回来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书 蓝色的书 这什么普通的挂画没什么特别 这就是我们之前看的大门 然后需要一个钥匙 这边有一个老鼠洞 钻进去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东西 隐藏房间 啊 这个是孙渣 孙渣 这个微博上好像有一个漫画家 叫孙茶吧 好像叫 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隐藏房间 然后里面就有这种 真人彩蛋啊 真人彩蛋 有点意思啊 这边有一个普通的挂画 嗯 这边是什么 这边啊 这个地方 下面就是锁上了啊 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的话 就从这边走 丧尸 OK 打死一个丧尸 从这边过来 有两个丧尸 我们 大哥大哥 不要欺负我好不好 走了走了 拿到了一个钥匙 怎么我就只剩70点血了 好痛苦啊 然后的话 就要走这边了 这边 有一盒子弹 等一下 我拿一下子弹 OK 我拿完子弹 我就跑 哎 好 门开了 有一个丧尸 等一下啊 哎 等等等等 完了完了 他把我逼动了 他必动我了 OK I'm fucking coming 好吧 你个小丧尸 赶紧给我去死 好 静止的时钟 似乎坏掉了 然后我们之前 拿了一个齿轮 拿这个齿轮 给他用一下 时钟开始转动 然后呢 我们拿到了一个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跟氧气罩组合 组合成了一个 非常神奇的道具啊 好 此刻呢 我们回到之前的拿齿轮的地方 OK 然后的话 从这边走 我们终于可以过来 检测正确 请配戴好防毒装置 好 带好了防毒装置 就是我们之前拿到这套啊 氧气罐 然后呢 这里都是毒气 防毒装置的氧气不多 实际上两分钟吧 两分钟的话 应该来说是 错错有余 OK 从这边 然后的话 我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东西有点危险啊 但是不要紧 在我们的这个 高压保护之下 我们有这个防护 防护罩保护 OK 过来了 过来了 然后这边真的是很多的怪物 起码有上亿个 然后我们赶紧过来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谜题 就是 有点意思啊 大家看得出来吗 实际上呢 是 PS的啊 第二个呢 是Xbox的 第三个呢 是这个 任天堂的手柄 然后 好 哇 千钧一发之计 丢掉了防毒套装啊 好 现在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 大门的钥匙 刚才这个谜题呢 跟游戏手柄有关 那为什么呢 这会出现一个 跟游戏手柄有关的谜题 那也是这个游戏的后期 我们就 它这个真相揭晓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了啊 因为这是一个 Breaking the First World的游戏 好 打开这个门 打破第四面墙的游戏 从这个图书馆出来之后呢 城市呢 已经被毁灭了 这有一个 这个卖汽水的 然后我们用力拍它一下 得到了一罐 广州汽水 就是你也是广东人吗 啊 哇 这罐东西实在是太好喝了 哇 我获得了广东汽水 从这边走的时候呢 嗯 我们遇到了 好多的丧尸 先来救救我呀 坑爹嘛 这不是 啊 然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名字叫做波波 哇 看他这个名字 跟他的这个长相 真的是非常的贴合啊 我叫做波波 请多多指教 我叫做Key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去哪 什么亲人都联系不上 啊 不用跟我客气 我 啊 不如你现在来我家吧 我家很安全 啊 这个时候呢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银笑 外面雨这么大 小心感冒啊 啊 真的吗 实在太谢谢你了 跟我来吧 就在这里 OK 呃 那么我们可以跟他去他家 嗯 上面三层就是他的家了啊 OK 然后这边呢 有一盒手枪子弹 但是 等一下啊 我记得好像 这下面是不是有个隐藏房间 什么的啊 这有个门 哦 这边有散弹枪 啊 有散弹枪 然后可以把这个东西放一下 哦 这边啊 这边进来呢 有散弹枪子弹 然后床上呢 躺了一个 啊 这个是一个裸体的 妹子嘛 然后他被这个丧失 哎 我正想说 Do you like 啊 What you see OK 那么我们 接下来 再上一层 就到了这个 死宅的家里面 死宅之家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死宅呢 后面会对我们这个 啊 女主呢 做出一些不乏举动啊 非常之淫荡 非常之邪恶啊 所以说 我劝小朋友们呢 下一期千万不要来观看啊 仅限18岁以上 成年人观看 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存档了 下一期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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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